好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想法吧 第一題 第五組 你們覺得這小朋友為什麼要剔頭 然後剔頭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可以 他把他頭髮剔掉就是可以換取方便 然後比較容易清理 對 然後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這象徵環境很髒 然後他把他的那個頭髮剔掉 就是有 環境不好會長頭絲 然後還有什麼那個什麼 純真的那個心 純真的心 喔 對 然後會長頭絲 頭髮 頭絲嗎 是雪雪掉下來嗎 那個 好 謝謝這一組他們有提到幾個關鍵的想法 一就是 就像詩裡面講的 就是詩人跟他說的 第七行 Hush Tom Never mind it For when your head's bare You know that the soot cannot spoil your white hair 你把頭髮剔掉了 你把頭髮剔掉了就不會被那個 那個煤煙弄髒 所以一方面是 呃 對工作比較有利 但另一方面 小朋友沒事 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剔頭 其他小朋友 這個掃煙囪的小朋友都不用剔頭呢 一定是他自己也發生什麼事嘛 那最有可能就是他可能長頭絲 所以這樣呃他需要剔頭 也 也是在描述說他 他平常生活環境是很很不衛生的 或是說沒有人在 特別去留意這些小朋友的衛生的環境 那這邊還有一點也值得討論 就是第八行最后面他說 Your white hair 那明明這個小朋友為什麼頭髮會是白的 好像不大正常吧 這有可能是小時候營養不良 也有可能是過勞 造成就是頭髮就是顏色退成白色 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個不健康的 這個小朋友的成長環境 所以就這首詩以及 呃我們接下來看的五首innocence的詩 除了他表面上提供的一些 意象啊或是一些呃贊送之詞 我們可以去想想他背後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實際情況是 詩本身沒有特別強調 但是可能偶爾露出一些蛛絲馬跡 這個等一下那個第七組會跟我們討論 好呃所以第一題有其他組別有想法或想提問嗎 OK我們來看第二題第六組 這首詩為什麼一直強調這四個字 你有什麼用意 好第六組說一直強調mercy pity peace and love 就是因為這四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呢這首詩說話的人希望人們都去實現這四個價值 那希望人家去實現 言下之意就是說現在沒有怎麼再實現吧 現在好像呃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你看他每一首而他每一個詩節他又重複一遍 他是如此殷切的呼籲大家要記得這些美德 然後要付諸行動那他呼籲之殷切可以反映的是實際情況之糟糕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首很純真的讚揚之那個詩 但他背後為什麼需要有這首詩出現 也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想的一個問題 尤其你看最後一個詩節第十九行 提到mercy love and pity 但是好像沒有提到peace 這是唯一一次只有三個美德沒有四個美德 啊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看十八行 我們從十七行開始 and all must love the human form in heathen turk or jew 就是說只要是人都應該缺愛 不過無論他是否信基督教 heathen就是不信基督教的人 這其實是罵人的話你不要亂講 turk是呃 當然現在講土耳其 但是那個時候講的是就是中東人 or jew猶太人 這三個族群在傳統基督教社會裡都是被受歧視跟差別待遇的族群 所以他這邊特別強調這些常被歧視或是欺負的族群也應該要去愛他 因為他們也都是人 但是這個詩節卻沒有提到你真的好好對待人家真的就能帶來和平 我們這個詩節還是見不到和平的結果 所以他這樣的呼籲好像即便他是就是有一個好的出發點去呼籲 我們應該要去愛惜不同信仰的人 但是連做這個呼籲的詩人本人 他好像也沒有想到說要提出這樣做可以帶來和平這個結果 他不知不覺就把和平給漏掉了 這個所以可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情況之下歧視之嚴重 即便是想做好好事的人也難逃他自己的偏見 好所以第二題 其他主別有想法或是要提問的嗎 好我們進入第三題 呃第七組 這前面五五首詩真的都是很純真嗎 還是其實未必 然後你們怎麼看 因為很純明也不想我 你覺得去世去幫我也想出來 好 因為我過了 多了 很像 我們出去 EH 你 來 員 被 我 我們 坐 所以 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下一页Infant Joy 婴儿的欢乐 标题感觉都很纯真 可是经过仔细阅读分析 发现这些诗背后好像都有一些 比较没有那么值得称赞的背景 透露出来 比如说第七组刚刚提到 说我们看第一首Chimney Sweeper 就是讲得好像是 你看结尾讲得好像是 就是有天使把大家带走 可是这背景是因为人家 就是状况这么差 长头丝 然后阴阳不良过劳 还在扫烟囱什么 所以也许他想要刻画的形象 是一个纯真的美好的未来想象 但是实际情况难以遮掩 第二组 第二组呢 你们也做这一题对不对 是吗 等一下 五六七一 第三组对不起 你们也做这一题对不对 你们有要补充什么想法吗 所以想法也差不多 好OK谢谢 其他主编有想要补充或提问了吗 我们等一下那个 讨论题目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就是几首诗慢慢看 就会看出来有很多就是相当悲惨的情况 隐含在其中 第四题 第一组 这两首诗的对照 为什么名称却对照不起来呢 你们觉得 为什么 开,我是 第四题 市里与 的 关于这一题,第一组,承接我们刚刚讨论Divine Image这首诗,第一组也觉得这首诗是一种呼吁,是一种美好的追求,而不一定是实际情况。 相较于Human Abstract这首,它的整首诗的意象是有一棵树长出来,这棵树上面的人数都是很负面的,譬如说第七行的主诗是Cruelty, 残酷,这个主诗到第九行,He sits down with holy fears,带着神圣的恐惧坐下来,and waters the ground with tears,用泪水去浇地,water当动词是浇水。 然后第十一行,then humility takes its root,谦卑长出树根,underneath his foot,就在脚下长出树根。 下一个诗节,soon spreads the dismal shade,很快的这个,dismal应该怎么翻? 我们也可以说悲惨,悲苦的树印开始蔓延,the dismal shade of mystery over his head,是一种神秘的树印。 他这边大写的神秘其实讲的是,叫什么,圣灵的那个神秘。 三位一体嘛,天父天子圣灵,那个圣灵,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所以他把圣灵比喻成一个悲苦的树印。 然后下一个诗节第一行又提到the fruit of deceit,欺瞒的果实,所以可能在讲亚当夏娃的那颗禁果。 然后再跳两行,raven,乌鸦,通常也是胸灶。 然后最后一行,there grows one in the human brain,这样的树,每一个人心灵里都长出一棵。 所以他最后比喻的,不是一个空泛的意象,而是在讲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些负面的元素。 他这边就不是在做呼吁嘛,这边就不是在做就是希望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在刻画出一个实际情况。 所以divine image,它是一个形象,一个意象,它在半空中飘在那边给你看,但是你摸不着。 用那个湘民的话来讲就是你不能吃。 但是human abstract,人的精粹,淬炼的部分,那有点像是human nature,每一个人人性都有这一块。 这就是想法嘛,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的话,你垂手可得,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这标题就不会取得一样。 好,谢谢第一组。 其他组员有想法要补充或是要提问的吗? 好,那我们第五题,第二组,你们觉得这个experience到底是什么样的experience? 我们觉得他很穷困。 只求温饱。 好,所以也许这边讲的经验是一种生存经验,在穷困的环境中只求温饱而已。 这样讲好惨哦,本来就很惨。 好,谢谢。 那这一题也有另外一组在回答,第四组,你们有想法要补充吗? 好,过去。 然后回答,第四组。 我有水替去途在生活做予封 鸟 Both 对护水描兽。 counted还还建筑也和养bits关注完資料。 这个面眼总组与分架平静下失识。 具測等于但是卖产品 explain humble。 还可能更正潞但是美所安全。 因为黄丘船呢,我们再来行为宗 커� Talk Grid。 最怎样想yez的火 conveniently等高塔队。 所以我們将好评菜。 第四组补充说 这样的痛苦穷困的经验 恰恰是对照前面的纯真理想 所以一个纯真是想象中的 但是实际面就是这样的痛苦经验 是这个意思吗 好 谢谢 没错 所以这两半才会编成同一本诗集 那当然整本诗集不止十首 它有很多首诗 然后也有一些很酷的画面 我等一下会找一个给你看 这五题 有没有想补充后提问的 好 没有的话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让你们先开始讨论第六题好了 然后等一下下课结束回来 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想法 你们这十首挑一首 然后来讲说 你如何看出来这个是浪漫时期的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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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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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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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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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85页第一首The Chimney Sweeper 刚刚有主别讨论这首吗 这样好了 我先带一些比较明显的说法 然后看看你们之后 有没有要补充的 所以比如说The Chimney Sweeper 这首刚刚讲就是环境脏乱嘛 然后童工 然后再处理煤烟 为什么会有煤烟 因为有煤嘛 为什么有煤 因为要烧啊 为什么要烧煤 因为要驱动蒸汽机 工业革命 所以这个是就是 讲义第五页讲的第一行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部分 然后再来 他第四诗节开始讲一个天使下来 把大家带走的一个意象 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第五页这边讲 第五点 The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部分 天使算超自然吧 而且这首是讲的是一个一般老百姓的故事 所以也可以说是 Everyday life的刻画 下一首 Divine Image 讲的是一个神的教话或教条 如果我们把这首当作一首奉刺诗的话 他其实就跟浪漫时期强调的个人情感正相反 神的呼吁都是一种一种教条是吗 大家都应该这样做 大家都应该发挥这样的 慈悲之心 怜悯之心 什么 普世的爱啊 和平什么的 非常抽象非常抽离的一些情感 这个跟浪漫时期从个人跟自然连结 发起的一种创意跟想象的情感 是完全相反的 那我们刚刚也有稍微点出说 Divine Image这首诗 如果放在其他诗之中 那个强烈的对比 暗示说这首诗在演示真相 在演示实际情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一首讽刺的诗 有点像是就是大家过着苦哈哈的日子 然后就是神职人站在高处说 要有慈悲心 要有怜悯之心 这种讽刺的意象 下一首 Holy Thursday 刚刚没有仔细讨论到 但是这一首的疑点在于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 Twas on a holy Thursday Their innocent faces clean 戴着干净的面容 The children walking two and two in red and blue and green 所以戴着干净面容的是一些小朋友 他们两两层队前进 衣服也穿得很亮丽 鲜艳 Gray-headed beetles walked before with wands as white as snow 小孩队伍前面戴头的是一些 灰头发的一些 然后beetles下面注释有讲是绳子 低层绳子人员 然后手上还戴着就是拐杖 而不是就是 他不是就是老人拐杖 是那种绅士用的拐杖 洁白色的 所以疑点就来了 这些小朋友 是由绳子人员在带头的 那父母在哪里 而且你看第八行 Thousands of little boys and girls 成千上万的小朋友 然后都没有提到父母 全部都是绳子人员在掌管 这怎么回事 通常会有教会人士在管理的小朋友 如果完全跟父母无关的话 通常就是孤儿院或是孤儿 然后这边是数以千计的孤儿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革命 那个时候没有直在概念 人死了就死了 人命很坚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第五页倒数第二条 The Peterloo Massacre 你记得这个是工人抗议 导致政府镇压屠杀 所以即便就是有工人 想要求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只有就是父皇权一条路而已 所以活着也死 死了也死 那只会留下孤儿 下一首Nurse's Song 这首会跟浪漫时期有什么连结啊 有人讨论这首吗 我们可以看他用什么样的意象 第一行 When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re heard on the green Green这边是草坪的意思 所以第一行就有自然意象了 草 And laughing is heard on the hill 这个小山丘小坡 第五行 Then come home my children The sun is gone down And the dews of night arise 所以日落了 然后dew是露水 夜露 然后下一夜 下一夜第一行 Besides in the sky The little birds fly And the hills are all covered with sheep 何况空中还有小鸟在飞 山坡上到处都是羊 小绵羊 所以这首诗的主要意象 是一个自然甜人的意象 正呼应了浪漫时期 强调的是由自然发起灵感的这个精神 可能有人在想说 这首感觉很甜美 就是它的黑暗的地方在哪里 它是用自然在意象在讲 这个小孩的开心 没错 但是你看 说话者 应该就是所谓的Nurse 就是保姆 他讲的是什么 太阳要下山了 夜要起来了 那夜里当然就是 对小朋友而言是比较危险 不管是有坏人 还是因为比较容易着凉 生病什么的 或是打乱 就是生理失踪什么的 但是保姆 小朋友叫不回来 小朋友坚持要继续玩 那保姆最后一个师姐 也没辙 他说 Well, well, go and play till the light fades away and then go home to bed 好啦,你继续玩吧 但是要记得日落 那个阳光完全消失之后 你就要回家哦 会不会回家呢 不知道 应该要管好小孩的保姆 没辙 那劝人家 这个夜深的时候 要回家 也不一定成功 所以虽然表面 好像是小朋友 在大自然中玩耍 但是他也带着一个黑暗面 玩耍完了 接下来是深夜 好,然后下一首Infant Joy 两岁大的婴儿 跟一个陌生的成人在对话 一样父母在哪里 怎么会有这只婴儿在这边 可能是弃婴吧 或是可能是 父亲因为上宫过老死 然后母亲可能这个 分娩的时候挂了 就如此类 那Songs of Experience 就更是如此嘛 都是一些 就是 很痛苦的人生 第十四页的Nurses Song 第二首Nurses Song 也是取个自然意向 然后其实跟第一首Nurses Song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第二诗节 Then come home my children The sun is gone down And the dews of night arise 基本上跟第一首一样嘛 但是他结论就把那个黑暗面 讲出来了 Your spring and your day are wasted in play 你的青春岁月都 黄度在玩耍中 And your winter and night in disguise 到了冬天与夜晚的时候 你们就只能 该怎么说 戴上 disguise的中文是什么 突然想不起来 衣装 就是 叫什么 里外不一嘛 就是你只能 就是 披上一个不一样的装扮 过日子 就是那种 童心已经消灭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 95页就是 The human abstract 刚刚有提到 它也是有很多 自然意向 先是树啦 然后 第七行 Cruelty knits a snare and spreads his baits with care Snare是 捕猎物的网子 然后 Bait是诱饵 所以这是一个打猎的意向 狩猎 因为说狩猎的意向 然后下面就是长出一棵树啊 然后第十五行 又有caterpillar and fly 就是猫猫虫跟苍蝇 十七行 有那棵静果 十九行 有乌鸦 都是一些自然意向 二十一行 The gods of the earth and sea Sought through nature to find this tree 所以又提到 它这边讲的就不是 那个什么上帝的那种神 The earth and sea 地神跟海神 所以这比较是一些 古老的神奇 这些古老的神奇 想透过大自然 穿越大自然 找到这一棵树 Through 其实就是through T-H-R-O 这是因为当时的英文 Through这个字 它的发音 人们是两个音节的 Through 我不会发音 我不是英国人 但是它原本是两个音节 所以在这边用撇号 把第二个音节省略掉 所以也是有大自然的意向 然后但是最后把这些 大自然跟万物的意向 然后化约到人的心灵里 所以也算是一种 人受大自然的启发 只是它是负面的 启发 然后Infant Sorrow 这边就是讲 小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 孤苦无依 然后又痛苦 然后又哀哀叫 My mother groaned 痛苦声音 My father wept 流泪 Into the dangerous world I leapt 我一跃进入这世界 这危险的世界 Helpless, naked, piping loud 又无靠 又赤裸 然后又大声嚷嚷 Like a fiend hid in a cloud 像是云朵里藏着的恶魔 恶魔有点太强了 那个 哈利波特里面不是有一个 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鬼 叫什么 Peeves the poltergeist 那中文翻成什么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那个中文叫什么 还是就翻成鬼吗 所以他不是 这个fiend这个字 他不是真的就是万恶 他就是那种 捣蛋型的那种小恶魔 小魔鬼 所以他这种是 居然把婴儿比喻成一个 云朵里面的小魔鬼 这跟我们平常想 婴儿刚刚出生不一样 我们都说婴儿出生都是天使 然后都藏在云朵里面的天使 还长两个翅膀什么 这边就相反 第五行 Struggling in my father's hands 所以他不是 被父亲的手呵护 而是在父亲的手中挣扎 Striving against my swaddling bands 因儿出生的时候 要把它裹在墙宝之中 他在swaddling band 墙宝之中 也在努力的挣托 Bound in weary 又被束缚 又疲累 I thought best to soak upon My mother's breast 这么累 他最后说好吧 那我就去 只好去哺乳吧 他用的字是sock 不是suck 不是吸笋 笋 笋云 是sock 有一种不情 不愿的感觉 英语的 就是不得已 好吧 来哺乳 所以这样对于 婴儿的出生的描述 跟我们平常想的不一样 是完全 平常想成正面的东西 全部都讲成负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 a dangerous world 好 所以这几所诗 跟浪漫时期的连结 你们有人要补充 什么想法 或是要提问吗 好 先讲一下 接下来 下一周要干嘛 我们再回头看 如果你翻到讲义 第十五页 它最上面第一个字 是Wordsworth 华字华诗 这一页有一首完整的诗 以及第二首诗的开头 我们下礼拜就只上第一首诗 没错 我们下礼拜就只读 这一个四节的一首诗 我们下礼拜就讲一首诗 但我们能够花一节课多来讲一首诗 你就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可以讲的 然后就其中考 所以下礼拜讲完这首诗之后 我会跟你们解释其中考怎么回事 第十周 第十周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本讲义上完 一样只有一首诗 但你可以翻翻看 半页 一页 两页 三页 是一首诗 这一首诗 坦白说不容易 但是你只要记得 它的基本结构 跟论述的顺序 跟概念 甚至很多意象 都跟十五页上半这首诗一样 你可以说十五页上半这首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这首 等于是言简易改的 把下面这首 Lines 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半这首 当作读下半那首的指引 那下半那首就是 其中考之后才会上 好 所以我也顺便讲一下华智华诗好了 Wordsworth这个人 我们之前在介绍浪漫时期的时候 有说他跟Colleridge两个人 合著的那本诗集 Lyrical Ballads 等于是浪漫时期的开端 就真正进入浪漫时期 最为知名的胡彬师派 就是从他们开始 短的抒情诗 以永悟 自然永悟发起 但是总会拉回对于人世的 思考 不管是人的心灵 还是人的就是实际 生存样貌 但是他大部分讲的人 都是农夫 住在大自然当中的文人 他很少会碰到 会去碰触都市人 或是工人 工人比较多是 我们今天读的Blake 他比较会谈 所以Wordsworth和Colleridge 重点就是那种田园的形象 Wordsworth他 其实是该怎么说 他第一本诗集 是他的巅峰之作 后面就渐渐 就是往下坡走了 他的诗是越来越繁复 然后越来越抽象 到后来 他下半辈子 一直在改同一首诗 这首诗很厚啦 就是书是这么厚的一首诗 但是他一直不满意 然后一直改一直改 那这首诗其实在 试图发掘他自己 儿时的那个成长与启蒙 然后就写这么厚的 就是一本诗这样 他到老年的时候 其实变得相当保守 一开始浪漫师派 胡滨师派这些浪漫师人 都是相当激进的 支持法国大革命啊 然后觉得这个 人心是可以永远不断革新的 下一代胜过上一代 他甚至Wordsworth有一句名诗 有一句有一首诗里面 有一句名言 The son is father of the man 儿子是男人的父亲 就是这个就依反我们平常的想法嘛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小孩未来会长大成人 所以那个成人所有的精髓 跟想法跟人性 全部都在小孩身上就看得到 所以他这样的对比是 强调潜能过于实际 强调可能过于现实 跟法国大革命是非常吻合的 法国大革命是什么 我们确定这个体制不行 先把它割掉 下一个体制长什么样子 之后再说 那当然也有人会讲说 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想好 就看之后怎么发展 最后才会发展出一个拿破仑 然后拿破仑称帝 然后一直战乱到1815年 就是搞了二十几年 但是当时革命的基本精神 是充满希望的 虽然是没有什么详细计划 但是大家都一腔热血 就去革命去了 这个就跟华智华氏 跟Colleridge 他们的一开始的诗作 是非常接近的精神 但随着法国大革命 衍生出这些弊端 Wordsworth也渐渐心灰意冷 变成保守派 所以他老了之后 这个时期的诗人 都一致觉得他太可惜了 年轻的时候这么有为 他老的时候却变这么的保守 而且好像诗作 也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Colleridge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我们不会读他的诗 但是你们应该也要知道一下 Colleridge 他比较没有那么重视 那种什么自然的 什么什么启发之类的 也是有 但是他 他也是 我记得他也没有活到多老 他比较中后期的诗 他喜欢写一些什么 吸鸭片的一些幻想的 或是写一些 恐怖传说的诗 什么的 他比较偏重超自然的部分 不一定会拉回就是入室的内容 所以譬如说他最致命的一首诗 叫做The Rhy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老水手的诗歌 他讲的是说 这老水手有一天在海上 然后遇到风平浪静 完全就是 诗下没有风没有浪 然后船就卡在那边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是发生很多 就是离奇古怪的事情 最后有一个大牺牲 那个风才会回来 然后船才能回来 从此之后就是 心理上一直有这个阴霾 让他阴魂不散 然后最后就抑郁而死 就是很歌德 很超现实的一种诗作 好 所以我们下礼拜就是读Wordsworth 讲大自然跟什么 启发人性什么之类的诗 我们回头来看这一周的诗 我们一首一首仔细读 The Chimney Sweeper When my mother died I was very young and my father sold me while yet my tongue could scarcely cry 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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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p 所以小时候母亲就死了 父亲把他卖掉了 可能缺钱吧 养不活 然后他说 父亲把我卖掉的时候 我的舌头 才刚能够说出 这样发出这样的声音 cry这边是喊叫的意思 你现在还是会把cry当作喊叫 这个还是很常见 尤其是英国人喜欢这样讲 但你看这个weep weep当然一开始是落泪嘛 掉泪 但是你看他前面有一个撇号 你记得撇号都是省略之用 所以他这边讲的是 他省略的是s 他讲的是sweep 扫 所以第四行 so your chimneys I sweep 所以我就来扫你的烟囱 and in soot I sleep 我就睡在这些霉烟之中 很多时候 就是这些扫烟囱的 这个可怜小孤儿 也没有什么地方 就是过夜 他们就干脆 直接在烟囱里面过夜 可以避风避雨 然后下一个诗节我们讲过了吗 Little Tom Dacker who cried when his head that curled like a lamb's back was shaved 把他的头发比喻成像是 羊毛背上卷曲的毛 所以原本是 很丰厚的 风雨的一头 白发 所以他才那么 才那么 就是难过嘛 这么好的一头头发 居然必须要剃掉 下一诗节 所以人家就安慰他说 没关系啦 剃掉之后 才不会怕脏嘛 这样也比较方便 And so he was quiet And that very night As Tom was asleep He had such a sight 他正在睡得正寒熟的时候 Sleeping 这个是现在爱尔兰远 比较常会用的语法 其实就是sleeping 这边是因为少一个阴结 需要补进去 他寒熟的时候 见到如此的奇观 That thousands of sweepers Dick, Joe, Ned and Jack Were all of them locked up In coffins of black 数以千计的小烟冲的小朋友 全部都被锁在黑暗的棺材里 And by came an angel who had a bright key 然后呢就有个天使路过 By came就是 came by了 手上拿着耀眼的钥匙 And he opened the coffins And set them all free Then down a green plain Leaping, laughing, they run 解放之后就在这个绿色的草皮上 又蹦又跳的欢笑在跑 And wash in a river And shine in the sun Then naked and white All their bags left behind 这边的bag 也包含他们就是 等于是他们一生的拥有物 都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 随身扛着走 所以他们袋子可以不带走 意思是说他们 没有什么需求 所有的需求都会由神来照顾 这也是圣经的名言 就是不要担心下一餐 哪里吃 神会给你提供 They rise upon clouds 成云而起 And sport in the wind Sport这边是 play 玩耍 And the angel told Tom If he'd be a good boy He'd have God for his father And never want joy 一样 want 是缺乏 只要是个乖孩子 父亲 神会当他的父亲 很好照顾他 他不会缺乏欢乐 And so Tom awoke And we rose in the dark And got with our bags And our brushes to work 就是扫烟囱的那个brush 所以私人 不是私人 说话的人 跟Tom一样 We一起 黎明日出之前 起来 然后准备上宫 所以说话的人 也是一个扫烟囱的同工 Though the morning was cold Tom was happy and warm So if all do their duty They need not fear harm 只要人人尽责 不怕受苦 那当然最后一行是讽刺的 因为Tom实际生活状况 有改变吗 没有嘛 他只是做一个好梦而已 梦是很好 没错 但是你看他梦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现实生活中 没有的东西 没有自由之身 没有一个绿色的草皮 跟朋友玩耍 没办法在河里面 好好洗干净 没办法好好晒个太阳 因为都市里面都是乌烟瘴气 看不到太阳 所以就是梦是好 但是这个好梦只是硬称 他平常生活的多受苦 我刚刚在念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节奏 这种格律 anapestic tetrameter 一一阳格四不 四部一一阳格斯 就是两个轻声 一个众声 但是他第一个运脚是例外 所以of them locked up in coffins of black 这个格律比较常见在 同诗里面 或是比如说讲那个什么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那个就是圣诞老公 那个红鼻子的迷路 那首诗也是用这样的格律 所以他不但是讲小朋友的事 他也是用小朋友的格律来讲 因为说话的人 诗里面说话的主角 就是一个小朋友 好 这首诗你们有想提问吗 我们看下一首 The divine image To mercy, pity, peace and love All pray in their distress 都在受难的时候 祈祷有这四个美德出现 And to these virtues of delight Return their thankfulness 所以一旦是开心的时候 也会向这四种美德去感谢 所以无论是痛苦还是开心 都跟这四个美德有关 For mercy, pity, peace and love Is God our Father dear And mercy, pity, peace and love Is man, his child and care 为什么 根据这首诗主角的说法 就是人世都充满这四种美德 根据第一诗节 第一诗节 受苦跟欢的都跟四个美德有关 所以人世都充满这四个美德 为什么呢 他这边说 因为人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是父亲 亲爱的父亲 然后人是他的儿子 是他心爱的儿子 所以为什么人间充满这四个美德 因为神爱世人 For mercy has a human heart Pity a human face And love the human form divine And peace the human dress 那这边就是成上一个诗节 四个美德都跟人有关 人心里有悲悯 人脸是一个怜悯的表情 普世之爱是人形的理想 The human form divine 就是神赋予人的形象 人体的形象 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来了 就像是一个来相助的好人一样 充满普世之爱的人 走在街头上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物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神的普世之爱 然后和平就是人们的衣着 也就是他们外在的部分 行为的部分都带着和平 其实你读到这边就知道 这首诗应该是讽刺啦 哪有这么好 Then every man of every clime clime是climate 气候 现在有时候也会看到这个字 虽然不常见 所以每一个地方 气候不同气候就是不同地方嘛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That praise in his distress 只要在受苦的时候祈祷 Praise to the human form divine Love, mercy, pity, peace 每一个受苦中祈祷的人 都是像这四个美的祈祷 好像重复了 是不是 他即便想要说教也没有内容可以讲的 便重复了 And all must love the human form in heathen, turk or jew where mercy, love and pity dwell 都是居住 处在那边 处于人心中 人的形象中 There God is dwelling to 所以只要人心里有慈悲 普世之爱跟怜悯 上帝就住在人的心里 那刚刚有提过嘛 代表说你没有和平也没关系 上帝还是站在你这边 那我们也知道宗教战争一堆 所以真的要说神是和平的 好像也难讲 这首诗的格律也很有趣 Then every man of every clime That praise in his distress Yes 四部跟三部 一阳格 这个 Blake喜欢用一些诗歌型的 童谣型的这种格律 比较简单好懂 但是就是这些格律 平常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可能是童诗童谣 但Blake的诗你仔细听 你仔细读 你发现里面寓意深远 他有一种就是 就是带着羊皮的狼吗 这样说 看起来很和平温和 但里面充满着就是 讽刺 跟社会争辩 争辩 好 这首有要问吗 好 下一首 Holy Thursday 所以这是一个 它叫什么 就是宗教的节庆 所以第四行 这些小朋友被带去哪里呢 Into the high dome of Paul's Paul是圣保罗大的教堂 Paul's Cathedral 伦敦的 They like Thames waters flow 像泰晤士河的水一样流入 就是如此之多的小朋友 Oh what a multitude they seemed 正是像是成千上万的群众 各式各样的人 Multi 这个字根是多的嘛 Multitude 就是一大群人 各式各样的一大群人 看似如此的成千上万的人群 These flowers of London town 这些伦敦之花 这些小朋友 Seated in companies They sit with radiance All their own 一群一群坐下来 物质就是散发着光芒 The hum of multitudes was there 所以听到的是 那个人群的嗡嗡声 那个 就是群众嘛 But multitudes of lambs 所以 虽然是人 但是他把它比喻成 就是洁白的羔羊 小绵羊也是 耶稣常见到的比喻 很多诗歌跟圣经里面 都会把它比喻成 绵羊羔羊这样子 所以他这边等而是说 小朋友最纯洁 最神圣 Thousands of little boys and girls Raising their innocent hands 都举手 在点名 注意哦 这个是少数Blake提到girls 我们大部分看到小朋友 都是boys 但是你仔细想想 就是小男孩 还算是找到工作机会 可是小女孩 如果父母双亡 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 其实就是处境更惨 Now like a mighty wind They raise to heaven the voice of song 在唱勇歌 就是 天主教很多教堂 就是在礼拜的过程中 会有唱歌的环节 他们唱歌像一阵风一样 因为人很多 Or like harmonious thunderings the seats of heaven among 这个among是道庄 应该是 among the seats of heaven 这个唱歌之声 又像是一个和谐的雷震 而这雷震是 震在 荡漾在 就是 天堂的座位之间 就是说 那个唱歌之声 达到天庭 应该是这样讲 Beneath them sit the aged men wise guardians of the poor 在他们下面 其实下面就是前面 脚下就是前面 在他们前面 坐的一些老人 这个字 上面加了一撇 告诉你说 这个音节要发出来 但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字也是这样子念 这个不是例外 aged 当形容词 说是老人 那个老 那个ed要发出来 英文有少数几个字 加ed 当形容词的时候 要发出来 另外一个常见 是beloved 爱人 真爱之人 如果你是描述一个人 他很被 受爱 就是大家都爱他 she is very beloved ed就不要发出来 那个e不要发出来 但如果你讲说 这个人是你的爱人 she is my beloved 那个e就要发出来 然后说这些老人 are wise guardians of the poor 是穷人的 很充满智慧的监护人 这一句通常也被认为 是讽刺的 因为这首诗没有提到 这些老人干嘛 也没有彰显多么智慧 但单纯是因为老 然后又是神职人员 就说他很有智慧 then cherish pity lest you drive an angel from your door 这会好像是呼吁 你要去领养小朋友 如果有一个天使 就是小朋友 出现在你的门前 你的门 那个叫什么 门前的那个叫什么 阶梯上面 放了一只小朋友的话 你不要把他赶走 drive away 就把人家赶走 你要珍惜 你心中的怜悯之心 就是要把他领养过来 所以他那个 这个神圣的节育 为什么要小朋友 就是两两层队伍 然后大肆的走进大教堂 参与活动呢 是要提醒人们 这些都是孤儿 你们要有怜悯之心 有能力就来领养吧 再打广告 也许你不认得这个字 less 这个字是以防的意思 防范 所以好好珍惜你的 怜悯之心 以免你不小心 把天使从门前去赶走 好 这时候有想问吗 好 Nurse's Song 这个我们应该 刚刚算是讲完了吧 Leave Off Play OK 所以这边 第七行 小朋友回应保姆说 不 保姆跟小朋友说 Come come Leave Off Play And Let Us Away 来吧来吧 把玩耍放掉 就是不要再玩耍了 让我们离开 这是英国人 有时候会讲的 他们把那个goe 省对掉 Let Us Away 让我们离开吧 Till the morning Appears in the skies 等到太阳 再次升起 我们再回来玩 然后小朋友说 No no Let Us Play For It Is Yet Day 现在还看得到 那个太阳啊 还有阳光啊 And We Cannot Go To Sleep 而且你看 就是天空中还有鸟 然后绵羊也都还在 也都还没回家 拼什么 我们这些小朋友 先回家 然后保姆就没辙 然后最后两行 The Little Ones Leapt And Shouted And Laughed 又继续玩耍 And All The Hills Echoed 又需要阴结 多一个阴结 所以整个 那个山坡上 都充满着 小朋友玩耍的声音 但是根据 刚刚的说明 那些玩耍的声音 同时也是一种凶兆 马上要入夜了 玩耍会 可能会变成 不少气惨的声音之类的 有时候听到小朋友在玩耍 会尖叫 不知道到底是开心 还是受伤 就一线之隔 那种感觉 好 Infant Joy 这个刚刚也讲过嘛 就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两岁婴儿出现 没有名字 所以找到他的人 给他取名 这个就是上面 Holy Thursday 讲的那件事情 小心你门前 找到一只小朋友 不要把他赶走 这个就是Infant Joy 在讲的这件事 好 Songs of Innocence 讲完了 又想问吗 虽然看起来都很美好 但其实背后 都蛮黑暗的 我们来看 Songs of Experience Holy Thursday 同样的情况 用不同的方式描述 Is this a holy thing to see? 这样的情况 能够说是神圣的吗? In a rich and fruitful land Babes 就是 babies Reduced to misery Fed with cold and eucerous hand Eucerous 这个字是来自 Usury R-Y-J-W-I 高利贷 So a eucerous hand 就是 它不是出于慈悲之心 它是因为要赚钱 要把孩子卖掉 Is that trembling cry By a song 人家这样子 就是凄惨的哭喊 你能够说是圣歌吗? Can it be a song of joy? 居然还说是欢乐之歌 And so many children poor It is a land of poverty It is a land of poverty And their sun does never shine And their fields are bleak and bare 他们的田都是空荡 没有成长的 And their ways are filled with thorns 他们生前的道路 Way 是道路 充满着荆棘 It is eternal winter there 根本像是涌冬 永远悲惨的日子 For where the sun does shine 就是 wherever And where'er the rain does fall 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落雨落得到的地方 Babe can never hunger there Nor poverty The mind the pall 都不应该让小朋友 在那边受恶 也不应该让穷困 让人感到亚异 那意思是说 你真的要让这个节性 是一个神圣的星期四的话 应该要好好照顾 这些穷困的孤儿 而不是光在那边 就是做表演 然后唱圣歌而已 那等于是把上面那一首 Holy Thursday的讽刺 给就是说穿 Apple 今天比较会看到的是形容词 Appalling 令人亚异的 令人反感的 是负面的亚异 亚异有正面的吗 好像本来就负面的 好 第二个Chimney Sweeper A little black thing among the snow Crying weep weep in notes of woe 以悲惨的音符 在大喊叫做weep weep 那这个跟上面一样嘛 就是sweep 少那是双关跟就是哭有关 然后他把这个小朋友 比喻成a little black thing 小黑点 因为他满身都是霉烟 所以是黑的 而且在雪地里 所以是冰冷的冬天 Where are thy father and mother say 所以看到这个小朋友的人 问说你爸妈在哪里 They are both gone up to the church to pray 两个都去教堂祈祷 Because I was happy upon the heath and smiled upon the winter's snow 因为我在雪地里开心着 而且面对着冬雪在微笑 They clothed me in the clothes of death and taught me to sing the notes of woe 他们看到我开心 就以死亡的衣服把我裹起来 然后教我去唱悲惨的歌 这是比喻啦 就是那种就是命运 看不得人好的那种感觉 And because I am happy and dance and sing They think they have done me no injury 然后因为我还是表现得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这样对待我的父母 觉得对我也没差 Injury这边是伤害的意思 他们觉得这样子没有伤害到我 And are gone to praise God and his priest and king Who make up a heaven of our misery 所以心里没有任何愧疚感 然后去做礼拜 殊不知这个光是礼拜 没有实际的照顾人的行为 可以说是宗教也参与的 就是宗教应该要抚慰人心 但是当它只是抚慰人心 没有真的去照顾人的话 它等于是加害了一种 有一说是当你处在痛苦之中 如果你真正能够面对这痛苦 还比较容易可能有改善 但如果你一直在痛苦之中 又在幻想中 就更不会有进步的方法 所以当宗教扮演这样的遮掩的角色 一种空泛的安抚跟安慰的角色 它等于是继续让痛苦的处境延续下去 所以他说神跟他的神父跟他的king 这边是指Jesus 就是耶稣 组成了由我们的悲惨而组成的一个天堂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边比喻说什么 父母让他穿着死亡的衣服 然后让他唱悲惨的歌 其实应该是让他出生 应该是这个意思 父母两个很穷 这个世界很悲惨 让他出生就是让他受苦 这首要问吗 所以你们决定生小孩之前 你要好好想一下了 好 Nurses song When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re heard on the green and whisperings are on in the dale The days of my youth rise fresh in my mind My face turns green and pale 诶 打中了 好啦 就是听到小朋友欢笑声 让他想起他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想到小时候事情 就会想到他现在年纪已大了 马上就要死掉了 所以就是My face turns green and pale 脸色都绿了 苍白了 所以这边第二诗节也是讲日落之后 然后最后讲说 你现在青少年玩耍 那你马上长大之后就变成冬天 然后无法做真诚的自己 对呀 离开之前 我给你看最后一个东西 对呀 我们说Blake会用木颗 然后印刷自己的就是画 所以Human Abstract 它里面讲的那棵树的异象 Blake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本书的一些画面 都是长这样子 诗 你会看到诗的文字 也不是印刷 它是一个一个刻出来 然后落音 用那个木头落音上去的 OK 好 就这样下课 还没签到可以来前面签到 给予小很多点 解读的 小小的牙刷 给予小小是 扶 worker ぜひ同样 他就像不一样 我应该拍摄 我应该拍摄